有生命故事的声音 能改变生命的 能拯救生命的 翻天覆地的生命 二无反顾的生命 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 源源不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梭圣经内 主已发声 以真理生活 就尚择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 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阳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时间 我们查考分享了 但以理书七章一至六节的内容 我们先来重温呢 根据时间顺序来看 但以理书七章的事件 是发生在第五章的内容之前 大约在主前553年 那时白沙沙沙刚刚开始执政 但以理书七章的内容 是在理书七章的内容 是在理书七章的内容 而是在理书七章的内容 是在理书七章的内容 是否有决心可以坚持下去呢 但以理书七章的内容 但以理书七章的内容 这些皇国的道德特征 这些将要统治以色列的政权 都是邪恶和残暴的 当众 但以理却是见到神永远的 以及不可毁灭的国度的利益 并且 神的国要征服这些熟世的皇国 对于四寿的异仗 到底应该怎样去解释呢 具有刺旁的狮子 它就是象征巴比伦帝国 那只吞吃狮子的熊 就代表马代波斯帝国 熊口中的三条肋骨 代表了对三个主要皇国的征服 而炮就象征希腊皇国 他的翅膀就暗示 指亚历山大大帝 很迅速地征服了当时世界上 大多数文明国家 至于炮的四个头 就表示亚历山大死了之后 希腊皇朝分裂之后 所出现的四个国家 接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 但以理书七章七至十八节的内容 但以理书七章七节记载 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第四兽甚是可怕 极其强壮 大有力量 有大铁牙 吞吃着碎 所剩下的用脚浅踏 这兽与前三兽 大不相同 头有十角 这一只难以形容的十角兽 就是代表罗马帝国 也就是尼布甲尼撒梦中偶像的 铁腿的那一部分 我们要看回圣灵给我们的解释 免得我们随随便便的猜测 作者对第四个兽的描述 所占的篇幅 比其他三个兽合起来 重要多 就是说重点所在 这一点对我们也相当重要 因为我们现今正是活在 第四个兽的时代 无论尼布甲尼撒的梦境 或者弹以利的异象 当中涉及有十只脚趾 和十个角 现在都慢慢的显明出来 到底是什么 第四个兽和其他三兽不同 它是单独出现 你可以在动物园和森林 不见到相同的动物会走在一起 我们都会见过狮子 红和炮 但是你从来没有在陆地上 海洋中或者空中 见过好像第四个兽 那么特别的 如果你夜晚发梦 梦见这样的兽 我想你都会失眠 这个兽被形容成为 甚是可怕 极其强壮 大有力量 它就是象征 罗马帝国 特色是力量强大无比 它会令人害怕 恐惧 而它和前面提及的兽 是不同的 第四只兽 有大铁牙 这样和尼布甲尼撒梦中偶像的铁腿是一样 都是象征着罗马帝国 罗马的铁脚踩在这个世界的颈巷之上 长达一千年 轮到罗马帝国的书有很多 到今日依然令一众历史学家感到惊讶 罗马帝国只不过是分裂了 它存在于欧洲各国之间 包括地中海沿岸和北非的国家 原本都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罗马并没有被征服 只是分裂成不同的国家 独特的这只兽 有十个角 这十角 显然是和尼布甲尼撒梦中偶像的十只脚趾 是一致的 所强调的不是帝国的起源 而是它的结束 第四只兽的异象对我们相当重要 因为它还未曾应验 显然我们现在是活在末世的某个期间之中 前三只兽的异象已经应验了 即是说这个预言当中的四分之三已经应验 只是剩下各它相关的时间 还未应验 第四个王国罗马出现了 虽然是分裂了 但是它会以十个国家的形式再一次结合 这些就是圣经所说的 敌基督会再一次恢复罗马帝国 在这里我们得出一些的结论 第四兽象征罗马帝国 这只兽具有的惊人威力和破坏力 还有它的残忍性 是前三只兽不能相比的 第四只兽的大铁牙 令人联想到《但以理书》第二章当中 金像的铁腿 意思是指罗马帝国的强大可怕的破坏力量和征服欲望 而十国就和尼布格尼撒所建神像的十只脚趾相对应 意思是指罗马帝国统治领域的广大 以及由罗马时代直到敌基督出现之前的整个期间 《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记载 我正观看这些角 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 先前的角中 有三角在这角前 连根被他拔出来 这角有眼像人的眼 有口说夸大的话 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到十只角的上面 注意的 十只角并不是代表着第五个国家 它们都是从第四个兽的头上生长出来 是第四只兽最后阶段发展出来的部分 在十只脚趾的第一个异像当中 就是尼布甲尼撒所见的偶像当中 这十只脚趾是半铁半泥 铁还在这里 即是罗马还在这里 而泥土就是它的弱点 也同时存在在这里 神要除去他国度当中任何不合适的事 除去半亿他的人 我们都要向神屈膝下拜 降伏在神的权威之下 另外一个小国 就会成为整个局势的关键 这个小国 拔走十国当中的三国 建立自己的皇国 我不知道这十个国到底是在讲哪个 但是却可以肯定 它们是出自于罗马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 这国有眼 制止人类的智力和天才 有口说夸大的话 是指他会说出泄独的说话 小国 就是指向末世所要出现的敌基督式的人物 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 贴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三到八节 还有启示录十三章四至十节记载 关于末世所要出现的敌基督 圣经是以行毁坏可憎的 不法的人 受等等的字句 来到去描述 来到去象征 这只兽的眼和口 就是指敌基督将会作为人 这样的形象而出现 是具有人的智慧和性情 他拥有从撒旦所领受的能力和权势 很多人将会崇拜他 跟随他 讲夸大的说话 逼白信徒 敌对神 等等这些邪恶动机 都是最后审判的时候 要遭受永恒滅亡的直接原因 启示六十九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记载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纵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 那兽被擒纳 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 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纳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 被轰在烧着硫黄的火狐里 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 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但以理书七章九节记载 我观看见有宝座切立 上头座着耿古常在者 他的衣服结白如雪 头发如纯正的羊毛 宝座乃火焰 其论乃烈火 现在场景转到天上神的宝座出现 这样和启示录第四到第五章描写的一样 是在为大灾难的审判作出准备 亦为基督的在来作出准备 我观看见有宝座切立 这句说话和启示录四章四节相似 不过在启示录那里 约翰说给我们听 掌路的数目和细节 但以理就没有这样做了 因为但以理书的主题 不是关于教会和教会的未来 他的衣服结白如雪 是指神圣结公义的属性 头发如纯正的羊毛 指神无尽的智慧 宝座乃火焰 是指神的审判 正如启示录四章五节记载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其论乃烈火 是指神的不能抗拒 和无穷无尽的能力 这一节经文 轮到审判主 令人联想到启示录当中的审判宝座 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说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策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声 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那位耿古常在者 制止满有尊严的永恒的神 火 亦都是象征神 对恶人的审判 以及神希望拯救自己百姓的热情 中环圣经教导 涂造生命内外 但以理书七章十节 经文记载 从他面前有火 障何发出 事奉他的有千千 在他面前事立的有万万 他在着要行审判 案卷都展开了 这并不是千禧年后的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而是正在预备大灾难的审判 预备基督的在来 要在世上建立他的千禧年国度 在前面的技术当中 作者分别描绘了 属世国家的历史 以及将要出现在末世的敌基督 在这里作者首先 描绘审判的神 是坐在宝座上的这个场面 紧接着 就轮到基督领受神国的 所有权势和荣耀的内容 经文是明确地指出 神的审判将会终结 所有人类的历史 撒旦和邪恶势力 或者是会暂时掌权的 不过最终必定灭亡 相反的就是 耶稣基督和跟随他的圣徒 必定是会得到最后的胜利和荣耀的 这些也成为了信徒在苦难当中 可以恒久忍耐 深存盼望的真正动机 和确切根据 并且经文也去警告 那些否认神的存在 从事不宜之事的恶人 是应当悔改的 正如约翰福音16章33节 主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记载 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国 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 身体损坏 温在火中焚烧 当神在天上安排审判的场景 决定谁可以进入神的国的时候 地上的小国在那里窃毒神 用最大的声音在那里讲出大话 正如启示六十三章五至六节记载 由慈及他说夸大窃毒话的口 又有权并慈及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受就开口向神说窃毒的话 窃毒神的命并他的帐幕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神的审判已经安排妥当 他的国必定降临 最后一只受象征罗马帝国 所强调的重点不是他的开始 而是结束 在基督在来审判那时的国家 和那时的人之前 这个小国是会先出现一段短时间 基督就在来 这个时期就是大灾难时期 但以理描述了对四只兽的审判 这四只大兽被杀 被扔入火中焚烧 是要强调 比喻为第四大兽的罗马帝国 将会彻底的毁灭 从而彰显出神思行审判的威严 对罪恶势力的全面德性 至于全流其他三兽的生命 不是指第四兽灭亡之后 他们依然存活 也是指他们的毁灭程度 不及第四兽 所需要的时间 也都比第四兽长 但以理书七章十二节话 其余的兽权并都被夺去 生命却迎全流 直到所定的时候和一期 虽然前三只兽已经被毁 他们所象征的国家 生活方式和哲学等等 仍是存在的 要在大灾难时期彰显出来 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话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仗人子的 价着天运而来 被领到耿古常在者面前 这只经文讲到神的国 将要因为耶稣基督而降临 这样和前文描述的 吾成应神的属世帝国 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仗人子的 意思是将要拯救这个世界的尼赛牙 即是耶稣基督 价着天运 他和从海中上来的大寿 形成鲜明对比 象征神国的神圣起源 和神的临在 天上的神子被赋予权并 要将世上的国 从外邦人手中挤走 建立自己的国 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一至六十二节 记载主耶稣在公会面前受审 那时的情景 经文说 耶稣却不言语 一句也不回答 大祭司又问他说 你是那当清众者的儿子 基督不是 耶稣说 我是 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 嫁着天上的魂降临 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 天使在耶稣降生之前就预言 他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位的位吸他 因此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清楚的宣告 主耶稣就是非人手所造的石头 要击碎偶像 他要在地上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国度 诗篇第二篇七节记载 寿高者说 我要全圣子 耶稣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他又死入生 是指着他的复活 而不是指他在百利行的降生 在使徒行转十三章三十三节 使徒保罗就对此作出个解释 诗篇二篇八节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称你为基业 将地極称你为田产 主耶稣将要执掌王权 那他会怎样做 诗篇第二篇九节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遥障的瓦器率碎 当神再来的时候 他要随去一切拨益 让信服他的人进入神的国 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经文记载 得了权柔权 得了权柔荣耀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柔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他的国必不败坏 这里是预备基督的在来 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 要打烂这个偶像 启示录二十章六节记载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 有福了 圣结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 没有权柄 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事 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千年国 只是永恒国的其中一面 这个步骤很清楚地记载了 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 按照天上的情况 基督要在地上统治一千年 然后撒旦会被释放 不肯悔改的人仍然搏异神 他们会团结在一起 拥戴撒旦做他们的领袖 而撒旦就召集他们 对基督发动战争 撒旦和搏异的叛徒 最后就会被扔入火湖之中 未信主的死人会复活 在白色大宝座前 接受审判 之后我们就会见到永恒的神国 圣经讲得很清楚 一个国的位置是在地上 尼加书四章二节当中记载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崩瓦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奋华必出于石岸 但以理书七章十五至十六节 经文记载 至于我 但以理 我的灵在我里面受罚 我脑中的异仗使我惊慌 我就近一位事立者 问他这一切的真情 他就告诉我 将那事的讲解 给我说明 这里讲有一位事立者 是指侍奉神的其中一位天使 担当着传达神旨意的作用 正如巨大偶像的梦境 困扰着尼布格尼撒一样 现在所见的异仗也困扰着但以理 他接近一位天使去寻求解释 但以理对异仗的内容 也进行了补充说明 轮到天使对异仗的解释 由此可知 真正的启示主体 一直都是神 但以理书七章十七节记载 这四个大兽 就是四皇将要在世上兴起 这四个兽 不单止象征国家 也都是象征着君王 当中金头 同有两只翅膀的狮子 是象征尼布格尼撒 和他的巴比伦皇国 至于腰腹的童和炮 就象征亚历山大大帝 和希腊马其顿帝国 这四个巨兽都是肉食性的野兽 天性贪婪 就令人联想到 这些王 这些国的特质 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话 愿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 直到永永远远 这一节经文就指出 圣徒将会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以及他再次来临 所成就的神的国当中 是可以得着救赎 并且能够分享到当中的荣耀 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 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 对节目分享的内容 如果有不明白 或者想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都欢迎你主动的提问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愿神赐福保守你